鸡腿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雞腿 這些都是急凍雪藏雞腿 我和很多都市人一樣,日常上班都很忙,有時下班就下班 知道我今天下班,我昨晚就拿雞腿出來,用淡鹽水浸去,然後洗乾淨去瓊水 這些雞腿有什麼用途呢?星星理由起雞扒 未起雞扒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針扒 你喜歡買針扒嗎?是的,我喜歡買針扒 小雲買的,買給我買呢? 他在益世家買,這塊針扒多少錢? 好像三十九,還是差不多 這些都是竹做的針扒 回來後,他就很厲害了 用油,抹乾淨去表面,然後吹乾它 買了三日,用油抹乾它,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讓針扒頭吸收了油,針扒會耐用一些 和容易保養一些 那他怎樣會關掉呢?日常我當然有告訴他 他主要是看了毛線 看了毛線,說針扒發毛,不健康 他就馬上去買 那為什麼遲遲不去買針扒呢? 我打算去油麻地,我買的工具的時候 順便再買一些 好一點的針扒,買一些獻木或是經木的針扒 他現在買了,我就跟大家吹兩句 吹完針扒,吹回雞腿 既然有這麼少時間做,又想快 那有什麼方法呢? 怎樣快就醃了 有些黑椒 看你吃到多少 孜然粉 孜然粉 放大約四分一茶匙 鹽和糖 都是四分一茶匙 鹽和糖 放少許底味 加少許胡椒粉 這個味道挺濃的 很濡漫 最主要是放生抽 放一茶匙 放少許澄酒 放少許澄酒 放少許澀酒 放少許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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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裡有美極的或是加蘿蔔鮮老的,可以加少許 讓醬油的香味更豐富 可以把雞腿塞均勻 雞腿中間,最好刀開開 大致上這樣,用白尖刀 這個位置偷一偷的位置,待會快熟一點 為什麼要偷一偷的位置呢? 因為我待會用微波爐直接丁熟 方便,快 為什麼不煎? 我們盡量利用微波爐 再煮 煮雞腿 為什麼要用微波爐呢? 因為微波爐也不是新的家庭產品 我相信每個家裡除了電飯鍋 跟手一定有微波爐 現在醃大約十分鐘 醃了十多分鐘後 現在可以在微波爐裡處理 我們把雞腿放進去 盡量不要一隻一隻重疊 攤平 這樣攤平 放一點空位 吃起來 醬汁就可以倒在上面 這個做法很像是土匪雞翅 差不多 土匪雞翅 加上辣椒粉 我家人不吃辣 再加一张 这些太辣椒粉 有时候做辣菜脯 都会用辣椒粉去拌辣菜脯 接着 放一张纸 有什么作用? 盖住它 放入微波炉 放入微波炉 现在这张纸就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有什么功效? 加热的过程中 不会弹到微波炉 到处都是 我这个微波炉 大概800瓦 有烤焗功能 今天我不用烤焗功能 我用普通微波 跟大家分享 如何处理和煮熟 这些鸡皮 首先我们用高火 煮熟 煮熟 它煮熟 煮熟 二分钟 用转正为煮熟 煮熟 iji вн 肉 大多薄 煮熟 這個時間,我們就可以調到中火 調到中火,再調到8分鐘左右 我們全程要調到10分鐘 最初的2分鐘高火,是有什麼作用呢? 用高火,讓它快速鎖死雞腿裡面的水分 現在這個畫面,好像電影在打架 用中火燒8分鐘,現在就差不多了 看看模樣是怎樣,這裡當然看不到 差不多了,盯上了 開開 看看什麼模樣 有點黏 不要緊 看雞腿尾部,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我們拿出來看看 拿出來,有點黏,不過不要緊 我們慢慢把它黏起來 是否可以 我們進一步看看熟不熟,怎麼看呢? 當然要找一隻最大隻的 剪一剪開,讓大家看看 現在還是很熱,熟透了 雞腿尾部,是否還很飽滿呢? 我們鎖住肉汁,然後用慢火燒熟 是否很方便,很快捷? 我們現在攤一攤,然後斬開就可以了 我們稍微攤一攤凍它 就完成了 愛心飯盒給女兒,明天上班吃 我們現在就斬開 完成了,愛心飯盒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就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